身为休闲潜水员,你永远要进行免停留潜水。 意思是,在潜水过程中的任何时候,如果有必要,你可以直接上升回到水面。 要做到这一点,就要保持在电脑表显示的免停留极限内。 你可以在潜水之前与规划时先查看。 闲得越深,吸收氮气的速度越快。 所以,如你所见,免停留时间会随深度增加而大幅缩短。 不同模式计算出的时间略有差异,不过这很典型。 在潜水途中,你的电脑表会依据你在每个深度所花时间更新免停留时间。 你的剩余时间在最深处会最短,但随着你上升,因为氮气的吸收减慢,时间会逐渐增加。 透过上升至较浅的深度,已得到更多时间的潜水,被称为多层深度潜水。 这是潜水电脑表的一大优势。 潜水计划表是以最大深度作为时间极限的计算基础,即使不是潜水全身都待在那么深的地方,而这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形。 请注意,另外的是电子式多层深度休闲潜水计划表,它可以让你计划多层深度潜水。 让我们看看在典型的潜水中,免停留极限可能会如何变动。 这些潜水员想要潜到18公尺或60英尺,探索一下,然后逐渐向上。 最后当他们回到水面时,还保留有50bar、500psi的空气,且确实维持在免停留极限内。 进行下水前计划时,他们查询免停留时间,他们的电脑表显示12公尺或40英尺处的免停留时间是140分钟,而18公尺或60英尺处则是55分钟。 他们决定下潜到18公尺或60英尺处,然后在30分钟的时候掉头。 潜水按计划进行。 半小时后,在18公尺或60英尺处,他们的电脑表显示免停留时间还剩下25分钟。 他们沿着礁石向上,在12公尺或40英尺的深度水平潜游,他们的电脑表显示有83分钟免停留时间。 比起他们在18公尺或60英尺处时来说,时间长了很多,但他们的身体已经吸收了氮气,所以比潜水前查询到的140分钟来得短。 然而,他们的免停留时间比空气供应时间多,所以他们在有足够空气时上升,进行安全停留然后回到水面。 结束潜水,还留有50bar 500psi的空气。 潜水电脑表和潜水计划表也将上升速率纳入计算,所以要保持在这个速率以内。 在模式计算出的极限内回到水面可以不需要安全停留,但在距离极限还有一段时间时进行安全停留,则是更谨慎的做法。 在紧急情况下,例如空气耗尽的状况,可以不做安全停留,但其他时候还是要做安全停留。 如果不小心超过免停留极限,则必须要做减压停留。 在这种情况下,你需要做减压停留,让自己在浮出水面之前释放过量的氮气。 如果没有做减压停留,将会超过模式计算出的极限,导致无法接受的减压病风险。 你将在第五单元学到更多有关紧急减压停留的内容。 潜水之后,你的免停留时间会变得比潜水潜短,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内还有前次潜水流下的多余氮气。 我们将前次潜水残余的氮气称为鱼氮,而在体内仍有鱼氮时进行的潜水,则称为重复潜水。 当进行重复潜水时,你的免停留极限会变短,这是因为你体内已经有鱼氮了。 重复潜水时,你的电脑表除了算入这些鱼氮,还会计算有多少氮气融入身体。 你得停止潜水等待几个小时,通常是12小时以上,体内的氮气量才会恢复正常。 这之后的潜水就不算是重复潜水。 虽然潜水后体内仍然有氮气存在,但在两趟潜水之间的水面休息时间中,氮气量会逐渐下降。 因此,水面休息时间越长,重复潜水时的免停留时间就越多。 潜水电脑表会持续计算你体内的理论氮气量。 因此一整天中,所有潜水都使用同一支电脑表是很重要的。 它会记住你的鱼氮量,所以不要共用或更换电脑表,还有不要将电脑表关上,虽然大多数电脑表不会让你这么做。 如果不是持续使用同一支电脑表潜水,它就无法准确计算理论氮气量。 没有在所有潜水中使用同一支电脑表,会大大增加减压病的风险。 此外,使用电脑表进行重复潜水,请遵循制造商提供的其他建议。 在使用潜水电脑表前,请仔细阅读使用手册。 潜水电脑表的功能和界面各有不同,但最少几乎所有潜水电脑表都能告诉你潜水前的免停留极限。 在水底的时候,你可以看到深度、经过的时间和所剩的免停留时间。 上升速率指示器会引导你的上升速率,如果你不小心超过免停留极限,会有紧急减压的讯息出现。 在两次潜水之间,可以看到水面休息时间,也可以叫出之前的潜水资料。 当准备好要计划潜水时,像这样按下某个钮,或碰触按键来启动。 与潜伴依据电脑表显示的免停留极限决定最大深度和时间。 请记住,重复潜水的免停留时间较短,而较浅的潜水和多层深度潜水的免停留时间较长。 订定潜水时间的最久上限和空气使用极限,你的免停留时间通常会远多于空气供应时间。 你与潜伴何时掉头,要看会先到达哪个极限。 时间、空气供应折返点或剩余免停留时间。 你或许会想写在记录板上,好在潜水过程中作为参考。 使用电脑表潜水,有六个准则。 一、根据计划来潜水,不要只是因为电脑表允许就超过潜水计划中的深度或时间。 二、确实维持在电脑表的极限范围内,永远不要让剩余的免停留时间接近零。 三、遵循最为保守的电脑表数据,你或前半的电脑表。 四、查看压力表并管理空气供给。 五、可以的话由最深处开始潜水,再上升到较浅的水层。 要进行一次以上的潜水时,从最深的潜水开始。 这么做,可得到最长的免停留时间,且被认为是较保守的潜水方式。 六、在电脑表显示的上升速率之内缓慢上升,并进行安全停留。 潜水电脑表故障非常罕见。 电脑表大多会在启动时自我检查并确定电量足够。 但如果在潜水过程中发生故障,你有两个选择。 第一个选择是开始上升,进行安全停留并结束潜水。 透过确实在极限内潜水,你体内的理论氮气量应该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 如果你有两支电脑表,并且潜水时两支都带着,你的第二个选择是使用正常的那支电脑表继续潜水。 如果你的电脑表在两次潜水之间故障,而你之前的潜水带着两支电脑表,则可以使用正常的那支电脑表进行另一次潜水。 如果你带一支电脑表潜水而它故障了,你可以使用潜水计划表、深度计和计时器提供的时间和深度讯息继续潜水。 不然的话,在使用正常的电脑表再次潜水之前,需要等待12小时。 潜水员不是水底世界的重大威胁,但重要的是,我们要采取对环境友善的潜水技巧。 潜水员造成损害是很不为别人着想的。 其他潜水员也想看到你所看到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。 这么做也会为已经受到污染影响的环境增添问题。 更重要的是,身为一个潜水员,你扮演着水底世界大使的角色, 而且你潜水的方式会是别人的典范。 潜水员能亲身造访水底世界,因此尝试最先目击问题的人。 当你在解释所见事物时,当你在呼吁大众与保护水底世界时, 你的潜水方式会影响可信度。 你还可以直接采取的行动,如参与近海行动,移除入侵物种, 或为科学研究收集资料。 想进一步了解如何运用潜水员的角色保护水底世界, 请造访Peddy度假村或潜水中心以及projectaware.org。